好 今天我們要提到這個主角的故事前 要先提到一個人 他是閻錫山 閻錫山曾經長期統治三西政府 長達38年的時間 也擔任過國防部長 行政院長 還兼代理總統 而閻錫山的一生當中 經歷了相當多的歷史大事 同盟會反清 辛亥革命 然後到了紅線帝制 接著再來民國創立 然後中原大戰 國共合作 然後對日抗戰 再來就是國共內戰 國民政府遷徙來台 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 都少不了跟閻錫山有重大的關係 閻錫山當時來到台灣的時候 是以行政院院長身分 兼代理總統的情況之下 他來到台灣 把這個時局政局都穩定了之後 再把這個政權完完整整的 交還給這個蔣中正 然後起初 閻錫山來台的時候 居住的地方是在這個利水街 因為他帶來的 隨從部下相當的多 有高達50人之多 利水街的住所的地方 連衣櫃都得塞得下人 真的是沒有辦法 讓這些世衛隨從 可以好好的有一個生活的環境 所以閻錫山 才從這個利水街的住所 搬到了陽明山永公路 一片荒草 然後一個荒地的這個地方 來居住生活 而且當時他們到了陽明山永公路 這個地方 是一個沒水沒電的地方 所以他們得靠接這個山泉水 然後自己接發電機 然後拉電的方式 逐漸的才開始有著 這個一磚一瓦的房屋 相當的客難 相當的辛苦 我們今天要講這個主角 張日銘先生 哇 他也跟著閻錫山 參與了這一切所有的大小事情 張日銘從15歲開始 就加入了閻錫山的部下 就開始跟著閻錫山 是當年閻錫山身邊 最年輕的侍衛兵 他雖然是侍衛兵 是個小小的螺絲釘角色 可是我們今天 可以從張日銘的故事裡面 去看見什麼都叫做一生圓滿 一生當中只做好一件事情 把一件事情做好做滿 就是一生圓滿 這是我從張日銘身上 所學到看到的東西 我講起來真的是 心裡會有點感傷 就是平時在照顧張日銘 他的這個外傭 然後還有他的家人跟我說 連張日銘要過世之前的 還有意識的時候 他醒來都會嚷嚷說 我要搭計程車上山 我要去整理墓園 我要去照顧他的故居 你看連到他人生的最後 一分一秒的時候 都還念念不忘 這個上香守墓 所以就在張日銘這個故事 過程當中 我們今天就可以看到 一個守墓人 長官過世之後 為了長官守墓58年 然後自己的一生 所有的大小事情 都奉獻了給一個人 張日銘 1930年出生 和閻錫山是山西同鄉 從15歲開始就跟隨著閻錫山 是最年輕的示威兵 1949年12月10日 以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儲訓幹部隊哨委隊員的身份 參與壓解中央銀行國庫黃金 隨閻錫山撤退來台 抵達台北 張日銘還不滿20歲 後續則繼續擔任 閻錫山的侍從警衛 在張日銘的心中 閻錫山是他的救命恩人 當時中國正經歷過共內戰 若不是閻錫山派飛機 將他從雖遠的包頭 接到廣州 再到重慶 張日銘的命早就沒有了 哪可能活到現在 一代小熊閻錫山 從亂世的時代 到世界大同的三中歲月 當年那些跟著閻錫山 來到台灣的部署 隨著最後一位貼身示威 守目58年的張日銘離世 宣告終結 身為這個時代見證者的張日銘 來台歲月往事如同過眼雲煙 從一個天天配著手槍 準時執勤 站崗守護長官的中心侍衛 到位閻錫山日日上山 上香祭拜打掃墓園 整理故居 從不間斷的仆人 隨著閻錫山的病逝 張日銘日夜守護在閻錫山的墓園 故居裡 為了守目 他拒絕上級歸隊 調理到新單位任職的命令 因此丟了軍機 斷了軍響 靠著政府同僚的救濟金 過著辛苦的生活 卻從不寒苦 為了長官已經先回去了 我們必須來為老先生 祝國旗的儀式 今天很久沒有組合在一起 但是很特別的是今天 要來參加一個告別式 老牧這個頻道 就拍片至今到現在 第一個參與到他 可能生前跟生後 對 我認為啦是我生命到最崇拜的一個守目人 因為他守護閻錫山的墓 已經長達有58年之久 而且是守護到他已經真的不能走了 他才就是 那個故居真的就是在山上 然後從他的故居 還要再走一段山路 才能夠到閻錫山的墓 而且那個路真的很難走 看完閻錫山故居跟看完閻錫山的墓之後 然後我們又去看這個張明伯伯 原來他的家 距離那個閻錫山的故居 還有閻錫山墓園 有更長遠的一段路 真的行動完全沒有辦法自理了 甚至 吃東西都還要人家問 對 也不能講話了 對 然後我們都透過眼神的方式 跟透過我們講話 他聽然後 他用眼神 有點像是情感傳達的感覺 對 這樣回應我們 對 沒有辦法用言語去回應我們 他最後一次去替長官掃墓的時候 是他88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拿著那個住行器 對 就是已經就是 有點像是拿著過來這樣處著 這樣慢慢上山 然後再去做一個打掃整理 然後替閻錫山獻花這樣子 對 你可以放心 他環境整理得很好這樣子 照顧張飛飛的姊姊 拿出來給我們看的 這是阿張波的家人 差點講說 張波你那個年輕的時候 在變得好可愛 這就是張波 應該是他抱著他的女兒啦 唉唷 張波年輕的大頭照 超級帥氣的 這就是閻錫山院長 這就是張波他在照顧 他的時候的畫面 這個陽明山上的 當時他們可能在工作情況的照片 這個位置不就很像是 我們站的樓梯嗎 高梯 是嗎 對 然後 顏遠好像是在正中間 然後他跟 可能是這些他的部下的 孩子們或是家屬 子女家屬們 可能有一個親子日的活動 我們上一次到他家 去拜訪他的時候 他是真的都坐在樓梯上 完全不可能起身 再做任何的動作跟行為了 那時候跟他聊天 拿照片給他看 也都是他坐在那邊 然後我們這樣翻閱給他看 我們真的很慶幸 真的也很榮幸 能夠去記錄到他生前 最後一段畫面的影像 對 我想這對他們的家屬來說 是非常珍貴的畫面 那當我們拿出那個 閻錫山的書法莫寶的時候 對 哇 他看到那個字的時候 真的是 嘴巴就發出那種 咿咿咿咿的聲音 就是想講的話 可是他沒有辦法 就是講出來什麼東西 而且甚至他在跟著那個書法的字 字在走 一個字一個字在看這樣子 然後還想要讀出來那種感覺 其實看得出來很激動那個時候 對 而且那個時候 有那種泛淚光的情況 對 帶給你看 這邊有很多那個 做人做事的道理這樣子 眼睛在跟著那個字的視線在走 大眼波動 嗯 他的整體的大意就是 極所不欲是情 勿施於人是理 情理一體 極是心物一體 人與人 要國與國 交皆因 在情理一體上用功夫 閻錫山院長所寫的 莫寶 這一幅相當的珍貴 然後放在家裡 然後這裡是特別帶來給 張伯伯看 極總的急診掛號的地方 也是一樣沒有發燒 36.5 但是一轉進去那個 內科急診 其實不到5分鐘 馬上38.5 表示那個裡面的菌素夠 讓它可以發燒 對 照了斷層發現 就吸入性肺炎 引起了 橫紋肌溶解 橫紋肌溶解 第一個就是 內蕩器官衰竭 對 那它的幼肾馬上就報銷 所以那時候就 硬刻倒尿 然後用高倍的癢 他三天之後就出現一個現象 氣胸 但是他氣胸是 從ICU出來之後 因為他在ICU待了三天 就出來轉到病房 發燒退 醫生就問我 你們決定要不要 做什麼樣的治療 因為我有拒絕侵入室的治療 對 媽媽不在了 爸爸一個人 我是老大 我必須扛起來 因為呢 我爸爸他們是從ICU出來 對 然後呢 他從小也是被他父母 就是 遺棄了 等於是送給別人 然後養母 對於他也是 因為男孩子總是比較平 所以養母常常對他不好 對 所以為什麼看他在ICU 然後不只 就餓他 所以他會找他的外婆 要的東西吃 不然他都是餓著肚子 就餓著就昏睡一天 就這樣子 他是一個非常軍事化的父親 可是他很愛我們 我跟你講 他疼我們到什麼程度 早上我們要上學的時候 他是 把我們從被窩幫 然後你繼續睡著 他幫你穿衣服 這個我爸爸也會做一模一樣 這個就是 然後簽到浴室裡 只要張開紙 他幫你刷牙洗臉 就這樣你 然後早餐裡都幫你準備好了 他媽做好了 對對對 然後再簽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要考私立中學 要簽著 簽到那個公車站 中正路車站這邊來 大公車 他會規定 非常嚴格 這邊的照片 哇他都已經相當久 他都會寫的 這個是 顏博川先生百靈淡成紀念 就是百歲的時候 還會特別再辦 就不管是什麼時候 他們都會找到一些紀念日的時候 然後大家可以透過這個時間 聚在一起 聊聊老長官 然後彼此關心彼此的近況 在故居一定要升旗 而且升旗這件事情 代表這個屋的主人的精神 的象徵 只要旗在人在 的意思 看喔這個帳篷 可以看到張波這個日期 日期表上面寫著 每天做什麼事情 最多的事情就是寫著 回山 每天都有回到山上去 幹嘛 山上所有的開銷 他全部一筆一筆的寄在這個上面 他這些開銷 一筆一筆的國家 沒有給他錢做這些事 他自己是掏腰包 照顧這個故居 照顧延期山牧原 然後感恩老長官 你們做得到嗎 終於跟隊長準備 給閒 天天 天天 阿弟說啊 就是張波其實到老人 痴呆症的問題 每天晚上十二點過後 張波波就會說要去哪裡 去陽明山回家哪裡 他說 他每次都說要回陽明山 你要怎麼辦 照我大幾層的 大幾層 大幾層兩天晚上三天 我照那個 照幾層的那個 可是我沒有煎 不用煎 記者就煎不懂什麼 記者就不認識他們 講講講的 他都選不懂 他去掃墨的時候 都做什麼事 打掃啊 打掃啊 然後整理那個方便 那個草長起來的 他會拜拜嗎 一定拜拜 然後會從山下 買很多水果 這些東西去 慢慢有放 這個時候腿已經不方便了 走的是很像 阿東沒有那個四個腳 啊四個腳 摩克啦 輔助器啦 助行器 還要輔他 對對對 還要拿那些水果 這些 在聖軍中 有段經文是這麼說的 你們要謹慎 在有生之日 不可忘記 親眼見過的事 重要把這些事情 傳給你的 子子孫孫 為老長官 顏錫山的一句話 我到哪裡 就把你們帶到哪裡 讓張日銘也以 顏部長在哪 我就在哪 成為一生相隨的信念 即便我們和張日銘 到了生死別離的時刻 仍無法真正的 明白與體會 身份做個 忠心仆人的深度 但光是守木 58年這件事 就已經足夠 我們珍藏 保存好久好久 好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